如果说租界一关音,卡尔达拉将换伯努奇,还能让AC米兰球迷满意的话,那么近日米兰的婚招比会招来了一片骂声,球队以租界加买断的形式即将引进切尔西中场巴卡约克,却放走了球队为兰洛卡特利。 红黑小将在没有回购条款的情况下,以租界加强制买断,总价1400万欧元加盲了萨索洛,想必此时红黑球迷心中万匹草泥买在奔腾。 不过此时传来一个消息,或许会让他们心里好受一些,据足球市场网报道,你来打算引进比利亚雷尔球星卡尔地裂或以增强球队阵容。 不熟悉一甲的朋友,或许对于卡斯蒂列或这个名字比较陌生,不过作为黄色潜水艇的10号球员,主打边缝位置在卡斯蒂列或近三个赛季为球队各项赛事,出场了127次,倒进11球并且还有12次助攻。 对比上个赛季卡斯蒂列或与苏索的成绩,先者计较出场30次,打进6球加5次助攻,后者已较出场35次,打进6球加7次助攻。 同类西班牙人的两位风向表现不分伯仲。 先年23岁的卡斯蒂列或在2015年,以800万欧元的身价加摩比利亚雷尔,三年的时间里,他的身价翻了个杯还不值。 Sky Italia于昨日确认,这次赚回总额将达到1700到1800万欧元其中租借费用为300到400万。 为了遵守欧洲财政公平政策,米兰依然采取的还是先足后买的方式,目前巧思蒂列或已经抵达了米兰,可以预见这笔交易,只剩下一些细节为确认。 上赛季被米兰租借至比利亚雷尔的哥伦比亚先锋巴卡,也有可能将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加入其中,目前两家去了一步,正在为最后的结果而商谈。 如果比利亚雷尔10号能够加盟,对于米兰的攻击力来说是必更加不少,但这是否也预示着苏索将要离开。 此外,对于红黑球米来说,好不容易看到了库特罗内、洛塔特利、卡拉布里亚等拥有红黑血液的年轻人冒出,现在却不得不接受残酷的现实,洛塔特利已经离开。 库特罗内在伊花叶的羊治下是否还有机会,不管怎样。 Fall them along. Fall them. 谢谢观看